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把抹去脸庞上的黄尘 目光从那堵着城门的上百名精锐士兵身上扫过 冷声笑道 哼哼 蒙嘎少爷 我想知道 这镇鬼关的重兵 明明是属于帝国官方所有 什么时候成了替云兰宗办事的狗了 我想这事要传到加玛皇室去 恐怕连你那父亲也要受到重罚吧 听到硝烟的冷笑声 那些士兵也是一争 玄机有些迟疑起来了 按程序来说 他们的确是属于官方的军队 关云兰宗什么事啊 而那什么通缉令也没有被帝国官方认可 说起来捕捉硝烟 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事儿 就在这些士兵迟疑的时候 一道阴冷的笑声 却是忽然自城门通道中响起 玄机一个身着铠甲的中年人 大步走出 目光冷冷的扫着硝烟 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我是镇鬼官的副统领蒙利 你擅闯众成 召我国帝国军阀 等该把你关押 劝你尽早束手就擒 免得自讨苦吃 呵呵 你就是蒙利吗 云兰宗的狗 硝烟的目光在蒙利身上扫过 感受着从其体内散发出来的隐隐的气息 心中喃喃道 看他的气息 想必应该在二三星左右的斗铃 这个时候 脸色阴沉的蒙利 一声音效 也不再废话 直接喝道 拿下他 听到蒙利的命令 那有黑的城墙通道顿时再度涌出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 然后 把硝烟团团围住 手中锋利的长枪在日光照耀下闪烁着森冷的光泽 潜入失败 只能硬闯了 周围冲天而起的沙发气息 让着硝烟脸色逐渐冷冽 双手一动 巨大的玄中齿便是闪现而出 中齿挥动带起呼呼作响的风声 沙哑 望着拿出武器的硝烟 蒙利阴森森的笑了一声 在几天前 他便接到了云兰宗老宗主云山的传话 据云山所说 现在的硝烟 因当日云兰宗上大战受伤 而不可能施展出那与他战斗时的恐怖实力 故而蒙利才敢答应此次的截杀 不然的话 再给他几个胆子 他也不敢出来阻拦全盛时期的硝烟呢 毕竟 一个能和斗宗级别强者抗衡的人 即使拼了这要塞里边所有战士的性命 也不可能将之留下的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个声音大吓传来 给我住手 这个时候 一道影子犹如铁塔一般从天而降 重重的砸落到地面上 把大地震着摇晃了晃 他的目光扫视着四周 旋即停在蒙利的身上 冷声笑道 呵呵呵 蒙利 我的尹甲军可不是云兰宗的人 你想讨好云兰宗 那就得自己动手了 不要忘用我的人给你做垫脚石哦 哦 木铁 你 瞧得出现的彪形大汉 蒙利脸色瞬间铁青 呵 云甲军 给我退下 没有理会他 那被称为木铁的彪形大汉 转身对着将硝烟包围在其中的精锐战士大声地说道 是 同龄大人 听到他的声音 那些战士没有丝毫的迟疑 刷的一声 收枪的声音 整齐的没有半点杂音 安静的退回到城门通道 犹如木桩一般的动也不动 看这些战士的表现 明显 这个叫木铁的人 声望远非蒙利可比 犹如铁塔般的大汉 对着硝烟大声笑道 哈哈哈哈 你是叫硝烟吧 呵呵 小子 有胆识啊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让云兰宗这般难堪的人 若不是身份使然 我倒是要请你好好的喝上几杯啊 呵呵 多谢木铁统领了 忽然间好转的情势让得硝烟略微一愣 他瞧得木铁那并没有什么恶意的脸庞 当下也是微微一笑 客气的回到 哎 也不用谢我 我呀 只做我分内的事 如果云兰宗那张通缉令被官方所承认 那我也只能把你拿下了 不过 还好啊 说着 木铁摆了摆手 斜撇着一脸铁青的蒙利 呵呵呵 只要你能从这个家伙手里离去 那么这正鬼官 便是没人再阻你去路了 哦 如此 那便多谢了 文言 萧炎脸庞不由 刘亦出一抹森然 转头望着蒙利 轻声笑道 呵呵 蒙利副统领 想要我的人头去云兰宗领赏 就请自己动手吧 小混蛋 好大的口气 我今天就不信 我还收拾不了你这重伤肢体 脸庞一阵青一阵白 蒙利没想到 这次竟然会把自己给套了进去了 说实话呀 他心中很是有些惧怕萧炎的手段 毕竟连云棱那种强者都是栽在了萧炎手上了 可是这种时候 他要是气软了的话 恐怕日后在这正鬼官中 他的声望将会跌至谷底 他也不用跟这混了 因此即使心中忐忑 他也唯有硬着头皮上了 城门入口处 黑牙牙的大群人围拢在此 一道道的目光夹杂着期盼与好奇的 停留在空旷地带的两个人身上 这段时间呢 萧炎的名头几乎已经让得所有加玛帝国的人所知晓了 而对于这个胆敢以一己之力抗衡整个云兰宗的传奇人物 很多人都仅仅是听说过 而如今 有幸亲眼见到他出手 当下无不是满脸期待 他们很想知道 那个传说中沸沸扬扬的消息究竟是否属实呢 这个年龄不过二十岁的年轻人 真的有能够击杀斗王强者的实力吗 木铁双臂还在胸前 犹如一尊黑色铁塔般 安静地站立着 可却不怒自威地散发出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压迫感 从他这个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气势来看 其实力明显远远超过蒙厉 按萧妍的猜测 这个中年大汉恐怕已经达到了斗灵巅峰的级别 以他的年龄 就算其修炼天赋不错 也有些令人乍舍了 当然 这之中应该少不了常年血战的缘故 战场上的生死战斗 始终都是催人快速成长的修炼胜利 此时的木铁 也是饶有兴致地盯着那抽出了巨大黑尺的硝烟 这个极其特殊的武器 如今已经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标志了 因为这 甚至在加玛帝国里 都有不少年轻人开始流行使用这种另类的武器了 当然了 以木铁的眼光 自然不会认为那些模仿者的尺子能够和萧炼这把古怪的黑尺相比 因为呀 在先前那黑尺出现的时候 木铁清楚地感应到 萧炼的身子竟然略微下沉了一点 显然这重尺的重量可不容小事 铁了一眼从那界中抽出了一把血红大刀的萌利 木铁笑了笑 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顿时两刀裂缝从他脚掌蔓延出去 最后快速汇成了一个大圆圈 而这个圆圈则正好是把萧炼两人围在其中 既然蒙利副统领打算亲自出手 那我作为正轨官的最高首领 你们在我的地盘比试 那自然是要听我的规矩力 这个两位实力不弱 我怕对周围造成什么损失的话 那可是有些麻烦 毕竟修东西也是需要钱的 所以以这个圈子为界限 谁被逼出圈子那就是谁输 不过事先提醒一下 这不是什么生死较量 所以也没必要打个你死我活 不然的话 一旦蒙利副统领不幸给萧炎废了去 我短时间里去哪找个副手啊 听得木铁这月含着嘲讽的笑声 蒙利的嘴角微微抽搐 他也知道 在这正轨官 木铁和他几乎是水火不容的 可是他却没想到 木铁竟然在大庭广众下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哼 冷哼了一声 蒙利的目光阴冷的转向消炎 血红大刀威胁 一股身黄斗气迅速包裹而上 顿时淡淡的血腥味从刀身上蔓延出来 丝毫不在意蒙利的怒意 木铁自顾自的笑道 不过消炎呢 你也不要太大意了 蒙利副统领修炼的可是玄阶低级的图属性功法呀 而且那同为玄阶低级的血杀刀斗技 就连我也不得不谨慎对待呀 木铁 你不要太过分了 听着木铁三言两语竟把自己的底细给说透了 蒙利的脸色铁青暴怒的说道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开始吧 笑眯眯的点点头 木铁给消炎耸了耸肩 旋即一挥手 深吐了一口气 消炎紧握着玄众齿的驰柄 注视着对面满脸杀意的蒙利 他刚要动手 其心中却是忽然响起了要老的声音 让我来吧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尽快离开加玛帝国 以免节外生枝 好吧 无奈的耸耸肩 消炎只能打消趁机试试着天火三悬变的念头 在周围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哼 好个狂妄的家伙 瞧得消炎这个态势 还把眼睛给闭上了 蒙利顿时气得大怒 以他的身份何时受过这般的轻视啊 冷笑了一声 雄浑的深黄色斗气自体内抱涌而出 顿时城门之口黄沙涌动 那股自黄沙中生腾而起的凶悍气息 让得周围那些围观的佣兵都是赶忙退后了几步 玄济满脸的羡慕 斗灵的级别呀 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呀 黄沙逐渐的散去 那全身被包裹在一层黄色斗气铠甲中的蒙利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手中血红色的大刀上锋利的刀缸爆射而出 在地面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手中血刀受到斗气的滋润 岳家显得鲜艳 眼睛死死的盯着闭目的硝烟 蒙利的身子在沉默的瞬间后 忽然一声立鹤打破周围寂静的气氛 脚掌一塌地面 身体犹如那炮弹一般 几个闪掠便是出现在硝烟的面前 手中的血刀张开大开大合的血腥杀伐气息 犹如劈裂大地一般直直的竖劈而下 起点中文网版群左右 唱听网荣誉出品 感受着蒙利那极具压迫的刀势 木铁眉头忍不住皱了皱 旋即目光转向了那依然闭着眼睛如若未闻的硝烟 这个家伙的血刀斗技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看这个态势即使是普通的四星斗灵 也难以接下呀 硝烟这个家伙在搞什么 我看他的气息似乎只有大斗尸左右啊 这难道就是他的真实实力吗 尖锐破风劲气在头顶响起 硝烟眼眸豁然睁开 顿时漆黑眸子里一青一白两色火焰 诡异的闪动 目光扫中硝烟那诡异的眼瞳 蒙力满脸的杀气顿时一致 然而手中的血刀却是依然没有丝毫迟疑 依然狠狠的对着硝烟的脑袋劈砍而下 当当当当 手掌青台 巨大的玄重齿豁然上移 与那豁然的凶悍劲气 血刀碰撞到一起 顿时火花似箭 一股肉眼可见的能量涟漪从两者接触处 扩散而出掀起了满地的黄色沙浪 单手握着玄重齿 蒙力的血刀死死的压在齿身上 然而不管他脸色如何胀红如何加注着力量 可那把尺子却犹如是被凝固在半空中 纹丝不动 脸色胀红 呼吸急促的蒙力 与那脸色平淡 甚至连呼吸都没有半点混乱的消炎相比 几乎是两个极端 乔丹那从容不乱的消炎 木铁眉头忍不住一条 赞声说道 好强的力量啊 几乎是忽然间从体内涌出来的 这个消炎隐藏实力的方法很奇特 光看气息的话 任谁都会只把他当作一名大斗师呢 城门口的周围 那些围观的拥兵以及士兵 有些错愕的看着消炎这一击之下 随便一挡 便是把凶悍的攻势阻拦而下的蒙力 要知道吧 在这镇鬼关中 蒙力的实力虽然算不上头一号 可那也是能够排进前五名的 平日剿匪的时候 这把血刀不知道砍倒了多少个 嚣张跋扈的强盗的人头 然而今天 无枉不利的血刀 却是被一个青年不急不缓的阻拦了下来 滚吧 就这点实力 也好出来献丑 缓缓抬头 消炎眼中两色火焰轻轻跳动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左手 左手 犹如摘花穿叶儿一般 闪电般的印在了蒙力胸膛之处 掌心微躯 尽气 猛然吐落 碰 胸口被万斤巨石砸中一般 蒙力眼瞳皱作 玄机一口鲜血狂喷出来 身体倒飞了出去 最后重重砸在了城墙上 然后在一干呆滞的目光中掉落而下 当下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体犹如残涌一般全坐着 身体上的斗气铠甲 也是被这一击击成了粉碎 手掌艰难的抹去嘴角的血迹 蒙力脸庞有些难以置信的痛苦 老宗主不是说 这个家伙实力大将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还这么厉害呢 好了朋友们 语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二百七十五回